台北市內湖區公所結合各單位 舉辦土石流及山坡地老舊聚落防災疏散的避難演習 希望透過演習深度模擬災害來臨時的各項應變措施 希望這次防患未然 多一分練習就多一分保障 大雨來襲已經超過紅色警戒 內湖區畢山立長與李幹事 志工共同協助山區居民 搭乘土石流潛市區保全戶疏散避難專車下山避難 精確又實際的演練 讓市議員王孝維和孟化高度讚賞 讓所有的居民都知道 都知道 防災的真正的意義 當然要有完整的演練 我們才能夠預防災情的發生 內湖區公所針對土石流潛市區 巨星 土石流以及山坡地老舊聚落防災疏散避難演習 動員消防局 大地處 內湖分局 清潔隊 碧山里辦公處等共同演練 模擬災害來臨時各階段的應變措施 我們旅內目前大概有一個牧林隊 牧林救援隊 還有林長本身就是一些救難的小組 大概加起來差不多有30位左右 那我們也希望說大家呢 藉著演練呢 其實我們公務員的輪替也很快啦 也剛好這些心境統統 大家能夠複習一下我們的救災工作 正次演練包括里內廣播警示 針對獨居長者 新移民 以及拒絕配合疏散民眾的各種處置方式 土石崩落受困居民的搜救以及災害排除 人員第一時間的反映 再再都能看見公部門與社區的協力合作 提高災害的耐受性 建立永續 防災家園 九層的話廠報導 後疫情時代 口罩等防疫措施大解封 為了降低疾病的傳播機率 台北市環保局發布室內空氣品質 認證場所計畫 微風廣場的美食街 成為全台第一家 取得經濟認證場所 採取主動式防疫 加強通風換氣 並且引進空氣殺菌的設備 提供消費者更安全衛生的用餐環境 台北市環保局長吳勝忠 微風集團副總陳美丁 共同貼上認證標章 這也讓微風廣場美食街 成為全台第一個室內空氣品質經濟認證場所 能提供消費者更安全衛生的用餐環境 我們把環境社會和公司自理的理念 其實就是我們微風的目標 我們一直秉持著顧客至上的理念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來到微風工作的同仁 來到微風的顧客都可以有一個安全安心的環境 後疫情時代 口罩等防疫措施大解封 因此環保局鼓勵場所採主動式防疫新思維 加強通風換氣 並引進空氣殺菌設備 在經由市府查驗後給予認證 可作為消費者選擇場所的參考依據 以前叫做被動防疫 就靠著戴口罩打疫苗 Social distance 來防疫 那叫被動的防疫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它進步到所謂主動防疫 主動防疫是什麼 我們就在環境中先把這個戒指先把它拿下來 所以就不會到我們受體來 計劃頒布僅半個月 除了微風廣場之外 還有SOGO復興館 天母館 CityLink 南港店 遠東信義A13等場所陸續提出申請 這不但能提升員工工作環境品質 還能保障民眾呼吸健康 提升企業品牌形象 記者游詳婷 台北採訪報導 根據統計 每年大約有1.7萬人被診斷出罹患大腸癌 平均每30分鐘就有一位確診者 尤其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很多病患不敢到醫院就醫 導致病情跟著惡化 公民健康署呼籲民眾應該要定期篩檢和追蹤 才能夠有效預防大腸癌發生 而且早期治療也能夠提高存活率 降低死亡風險 大腸直腸癌連續14年高居國內癌症發生人數之冠 周小姐在28歲那年被診斷出乳癌 治療後經過12年又發現罹患大腸癌 醫生宣告為第四期癌症 周小姐配合手術和化療 病情逐漸獲得控制 他其實腫瘤是藏在這個盲腸的裡面 那變成了第四期呢 就在腫瘤科接受了我們的這個標法治療 及化學治療 雖然我已經是第四期 當時候聽到的時候當然心情會很 會覺得說 蛤 第四期不就是叫做末期嗎 就覺得說沒有希望 勇敢面對病情就有轉機 因為很多病患警覺性不高 尤其受到疫情影響 有兩成患者延誤就醫 導致大腸癌跟著惡化 腸癌治療最重要的就是定期篩檢和追蹤 標把藥物也有提供健保補助 減輕病患醫療負擔 醫師提醒如果有出現腹痛 血便中有黏異變 以及明顯排便習慣改變 就應該立即就醫檢查 國健署提供50歲以上民眾 糞便牽歇檢查補助 大腸職腸外科醫學會 也推出iCare 愛幫忙線上服務 由專業團隊回答病友相關問題 有效控制病情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科技日式音樂意義 詐騙集團也跟著雨時俱進 常見的網路詐騙 以及假冒檢察官等案件 層出不窮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特別前往智慧城市展 進行防詐宣導 也設計有獎偵達 吸引不少民眾參與 除了增加防詐嘗試 也開心的把獎品帶回家 智慧城市展台北館舞台區 在主持人的招呼下 聚集民眾越來越多 掃描電視牆上的QR Code 就能玩小遊戲 南港分局防詐騙宣導列車 開進了南港展館的智慧城市展 結合數位科技應用 把常見的詐騙案件 分享給現場民眾 教導大家防詐秘訣 一聽二掛三查證 你遇到詐騙的電話可疑 你就把它掛斷 你就查證 你就趕快報案 當然我們警力有限 我們民力無窮 遇到這些狀況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民眾能夠隨時 來跟我們警方來保持聯繫 讓我們的民眾 能夠減少災害的發生 讓他們的災害來減少到最低 倒數三秒 民眾爭相搶達 南港分局偵察隊巡官提醒大家 如果收到任何不明簡訊通知匯款 或是未知號碼來電 一定要謹記一聽二掛三查證的 防詐三步驟 並拨打165反詐騙專線 保障財產不被有心人士詐騙 我們就是在展場裡面的角落 我們不但發了傳單 而且把我們最新的手法 來分享分析給我們現場的民眾 也讓他們知道說 現在詐騙有哪些 讓他們知道說 詐騙怎麼去防堵 怎麼去報案 怎麼來讓他們能夠 失去的錢能夠追回來 甚至讓他們能夠不被詐騙 科技日新月議 詐騙手法與時俱進 警方也不斷提升防詐科技 目前最常見的假投資 假檢警等詐騙手法 都是需要靠民眾多一分警覺 以及從政策面加強防範 才能遏止 南港分局打炸小組 也藉由實境行動 前往各地宣導 希望協助民眾 避免弱陸詐騙陷阱 記者陳明倫採訪報導 一名24歲的越南外籍移工 來台工作兩年 因為不滿薪水太低 擅自離開原本的工作地點 之後還染上毒癮 台北市警察局 大安分局 渡榮街派出所 接獲線報 依據線索 趁著失聯移工 和越南同鄉要頭 交易毒品時 當場將兩人逮捕 深夜時分 遠景橋莊路人 埋伏在大安區民宅邊 守株待兔 聽到遠景賀令 27歲的軟性 越南籍要頭 乖乖束手奏琴 警方仔細搜身 果然在他的牛仔褲頭 發現兩包安非他命 原來大安分局 渡榮派出所 接獲民眾線報 指稱疑似有失聯移工吸毒 警方馬上成立專案小組 查出24歲 來自越南的軟性移工 因為不滿來台工作的薪水 過低而落跑 之後還染上毒癮 遠景調閱監視器 鎖定軟性移工的住處 跟工作地點 同時也查出 藥頭身份 是來自同鄉的27歲 軟性男子 為了防止藥頭逃逸 警方趁兩人交易時 當場將他們逮捕 偵訊後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等等罪名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郭川永 台北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一起來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動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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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